慧林应即将到来的清明节24号上午 吉安湘公所特别在慈云山淮恩堂 办理年度祈福护林普渡法会 乡长游书珍协同各克市主管 湘民代表会以及各村村长缅怀千人 期盼藉由庄重的记忆典礼 祈求乡运昌龙建设圆满 风调雨顺湘民平安 每年只要到了清明扫墓时节 慈云山淮恩园区就会涌入人潮前来祭祀 吉安湘公所为了避免群聚 也启动了分流家职服务 同时不扩大对外办理法会 该由线上直播遥记 并安排专业法师进行上香祈福圆满祭祀大典 24号上午 乡长游书珍也协同公所各克市主管 湘民代表会及各村村长 共同礼敬前程缅怀仙人 代表所有乡亲 提前传递祭祀孝亲的感恩之情 在祭祀的这一段期程里面 吉安湘公所也把我们的这个加班时间来补足 所以让我们周六周日以及中午时间都可以分流 让我们的乡亲更便捷的来进行祭祀活动 相信我们的全程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姿子孙孙都能够平安健康 乡长游书珍也提醒民众祭祀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彩石连制焚流入内 并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华人园区广场前也设有顶棚与祭祀桌台 供民众祭祀使用 恳请乡亲共同维护高品质的祭祀环境 也期望祖先庇佑 让大家平安度过疫情 记者徐立青 吉安枪报导